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打算在这个农历春节之前呢 以现金发放的方式将400亿来帮助300万人 就是说你只要是低薪 薪水在30k以下的话 每个人可以收到1万元 孝先生你对整体的这个政策 政府分红 你觉得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原因 以及这样的一个方式代表什么意义 我想基本上可能是因为 确实经营的税收比预期的增加很多嘛 大家就民间就一股 就所谓还税于民的这样的一个呼声嘛 那另外一方面呢 当然还税民有很多种方法 那比如说过去用全面性的发放消费券 或者是像其他国家 是所有的国民都发给一种方式 这是蔡总统他所讲 跟他所讲的是锁定在 锁得比较低的族群嘛 那我觉得最主要是可能要 顺便利用这个机会顺便去解决 或是让民众感觉到政府有意要去解决低薪 所带来一个生活困境的问题 所以他把目标 对族群是锁定在这个 这个锁得比较低的族群 所以他可能有想要用 利用这个方式一方面 还税于民 回应还税于民的这样的一个呼声 一方面也对于大家 社会比较有感受到的 这种所谓的低薪问题 能够利用这个东西做一点解决这样子 是 金老师为什么他是采取在30K以下呢 这应该有一个评估标准吧 因为基本上台湾大概 我们目前算出来的那种 所谓的工作贫穷的金额 大概30亿32K左右 那当然你怎么去切都很难就切到说 这个理论上是完全是OK的 所以他可能就抓个30K 那也就是一般大家 也跟他过去一再曾经提到说 年轻人的起信不应该低于30K的 这样的一个口号有种呼应 所以大概30K可能是大家一般民众 可能大家觉得这个30K以下的 确实是个比较低薪的族群 或是比较低所得的族群 好 金老师那过去没有这样做 那法粹感联盟他们曾经抓了 四个年度超收的这个部分 说有3000亿 那希望还款于民 但是我们政府常常拿去 说是常债了 可是他们也在追究说 常债那我们国债为什么还这么高 这是第一点 那如果今年这样发的话 他就要保证说 以后这个还是会有超收的部分 那会不会这样做 又是另外一个考验 所以星老师你看就是说 之前之后 这个调节方面该怎么处理 基本上我一直觉得 当然呢 用单一年度的税收的超出预期 用这种方式要8000花给民众 我觉得以台湾长期的这种 所税制的公平性 或者是在整个政府的财政 确实还不是那么好的情况底下 我觉得这样的做法 是有它的一个 沉着的地方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政府一方面 对于很多民众要求 你要多做一些社会福利 的这样一个诉求的时候 你的回答说是 政府财政困难 可是这时候你只是超收 所谓超收的意思 可能是说你当初编的没那么多 可确实收还那么多 那这种东西 如果你这样的超收的情况下 就要把它给用掉 那等于是台湾的这个财政的状况 确实是没办法改善 对 那另外就是说 到底这个超收的原因是什么 那就是说是不应该收的 就是依法不应该收的 当然这个法律上就可以解决 但是说 我这个依法是收的 其实我当初预估的比较低 那目前超收了 我觉得这个我不要支持 一种大水库的原则 就是说 基本上政府的这个 整个财政状况 也不是那么好的情况底下 对 单一年度的税收的增加 是不是就一定要用这种方式 把它还给老百姓 我觉得这个支持 是有值得斟酌 是 或许持续进到2019年嘛 2020年 这个上半年就要选总统了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动机 否则以前没做 以后是不是还要这样做 那政府他强调的是 像刚刚欣老师讲的 我们的财务吃紧嘛 那所谓的财政纪律 一旦要打破的话 那某种程度 就是知识体大了 所以欣老师 我们都记得 我也去排队了 就09年嘛 政府一上台 没多久就发了 这个消费券3600块 那我也看到 大牌场里面 也有民进党 他们卸任的官员 在里面排 当时候总金额是 858亿 那这次发了400亿 可以说是一半 但是这次是有条件性的 有选择性的 那这两个有什么差别 它跟这个消费券的模式 它想达到的这个目的 能够达到吗 我想第一个 全面的发放消费券 基本上它的诉求 是我透过消费 来带动经济的成长 但是我们从上次 消费券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看出来也是 它对于整个经济的带动 是有限的嘛 所以我想这次 它可能不是 以这种方式为诉求 它最主要的诉求 还是要去照顾 那些低所得的家庭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 把目标锁定在这个族群 而且消费券是 基本上是鼓励你消费 可是每个民众的需求 它对于情景的支配 未必都是拿去消费 所以用现金发放 从金学的角度来讲 现金发放所带的 效益是最大的 就是把这个钱的支配权 给当事人 他可以针对他自己的需要 去支配 这效益是最大 所以我 而且听完坦白讲 如果从消费的 带动消费的角度来讲 给高所得人的 一样的金额 给高所得人 他拿去消费的金额 可能不见得多 给低所得人的来讲 他的消费金额比较多 也就是我们金学所讲的 消费倾向 那低所得人的 消费倾向是高的 所以这种情况底下 纵使如果从一个 带动消费的角度来讲 把金额 就是受益对象集中 在低所得的这个族群 我觉得效果也会比较好一点 是 行老师 那当然就是说 能够得到这个 每人一万块钱 假设我们家四个人 我们两个是在上班的 我们都是低于30K 我们家就有两万块钱 那当然大家皆大欢喜 可是我要问的是 真正可以达到照顾 低收入户的这个目的吗 我觉得大概这个东西 会涉及到他的 整个计算的方式 因为坦白讲 基本上如果是从 用性质所得来讲的话 那这会涉及到 你刚才讲到的 家庭组成的问题 虽然我是所得 超于三万块 可是家中就只有 一个人在工作 我的太太可能因为 要照顾我前面 没办法出来工作 那这种情况 那我可能 我不见得可以 如果你用个人来比较的话 如果用库的话 那当然就没有这个问题 如果用家货 你的家货 比如说我算你 整个家里有多少人 然后用一定的标准 来定 那当然没有问题 那用个人的话 就会出现我刚才 所讲的问题 我个人所得虽然是高 可是我整个家庭的 所得是低的 那这样 因为我的个人所得高 我被排除出去的话 可能就没办法受益 那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说如果用 性质所得的话 我们更感谢的是 有一群更弱势的族群 可能有些卡在的 等的原因 他可能没办法报所 不敢报 不敢报性质所得的人 那这群人 如果用性质所得 为门槛的话 这群人就被排除掉 是 那当然我也知道 用性质所得的好处 是可以防止 有些人可能是 因为他没有性质所得 他就没有缴税 那重点的话 这种人的话 如果你不用性质所得 这些人可能会被纳进来 所以这是个两难 就是说如果为了要排除 这群地下经济里面的 收益对象 然后用性质所得为门槛 我们可能会把更弱势的 有工作 但是不敢报性质的人 排除掉 所以这确实看政府 未来在整个配套 他的这个标准 怎么制定 我想这是蛮关键的 好的 今天非常感谢 台大国发所的副教授 秦碧龙 秦老师谢谢您 谢谢 好 我们去下集中广告 我们等一下 有请当事人 邀请的贵宾是吴玉生 各位听众午安 带您关心天气概况 今天降雨范围稍微缩小 大台北东侧及东半部地区 还是会有零星降雨 一直到周三北台湾街呈现 湿凉天气 预计周四起气温回升 全台高温都可来到25度以上 各地大多围多云道 请周日向你之力再度上升 我想记上提供您参考 请周日向你之力再度上升 请周日向你之力再度上升 老板 今天有四处的支票要嘎 那就快去找大雅当铺 专办汽车计划 工商融资 利息合法 拨款速度快 就是到12点吧 是 发的路四队391号 大雅当铺 爱惜四爱 爱爱一一 爱惜四爱 爱爱一一 要戴耳机 其实不戴可以 但是我觉得戴耳机比较 平常感 对 距离这样可以吗 可以 再近一点 可以 再近一点 一个拳头 好好好 是让两天竞争 好 好 无论你是白天还是月晚出生的孩子 这个亮红灯就代表孩子 因为它中间不能够阶段 阶段要重新再开 有点 你看我们就两盏灯 漂亮吧 嗯 漂亮 很漂亮 然后我们准备开始哦 现在时间十一点十五分 欢迎回到 POP Radio POP抢先报节目 我们今天有请当事人 邀请的是 前立委 吴玉生 玉生你好 光亲好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早安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是 玉生 可以说你重出江湖了吧 可以这样讲 可以这样讲 是为了2020年的立委选举而来吧 是 你的打算是 因为我在立法院三届立委 第一届是三年 后来但立选区 改成四年 嗯 后来我又连任了两届 所以我一共三届立委 十一年时间 嗯 那我当时最早从政 其实是在台北市政府 新闻处长 马市长的时候 是 可是我竞选立委的时候 我自己跑到台北县去选 嗯 我挑到三重 卢州 新庄 淡水 林口 巴黎这个地方 因为我觉得台北县的 政治环境地理环境 很像我南部成长的 嘉义台南的故乡 嗯 而且那个乡情人行为很重 我喜欢那种感觉 嗯 所以当时在这样的考量之下 再加上如果在台北市选立委的话 都会卡到自己国民党的立委 嗯 所以后来我就去选择一个 没有人要去民进党最强的 嗯 就是三重卢州淡水林口这个区块 你忘了三支 十门 三支十门 这是你选区哦 对 这是我选区 因为我以前住三支 没有错 你住三支 而且当时的选区还大到 包含近三万里 是哦 当时那条线很长 现在没有了 现在没有了 现在只到十门 三支 淡水林口 八里 泰山 对 淡水林口 泰山 八里三支 十门 十门 对 所以余生你的选区跟 未来打算投入同样的选战的 侯孟凯 其实是一样的 哦对 他他有兴趣啊 侯孟凯的妈妈郭树春 嗯 前委员 他是万里人 嗯 所以他在我之前 曾经在我们这个选区 当过立法委员 嗯 所以呃 孟凯他想要经营这个区块 嗯 哦 那其实万里跟金山 跟汐子是一个选区 嗯 淡水林口 呃 三支十门这里是一个选区 嗯 不过呃 孟凯想进这个选区 我觉得无可厚非 嗯 因为每个人会选择他最喜欢的 他觉得最有挑战性的 嗯 或者他觉得最有创造性的 嗯 的东西 那再加上因为我上届三年前 我在这个地方落选 嗯 所以因此这里 没有我们国民党现任的立法委员 嗯 所以站在我的立场来讲 我不会拖大 不会说 因为我曾经是立委 所以你们谁都不能来选 嗯 我不会这样 我觉得说 年轻人有这个心 其实也蛮好的 嗯 没有关系 玉生你既然提到你上次的落选 对 你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说明说 像你这样一个资深 而且也算是 呃 优质的立委 我必须要这样讲啦 那有人封你为马家军啊 虽然后面被割两尾啦 等等 那是一个当时候的政治氛围所使然的 那重量级的一个重磅型的这个立委 当时候为什么会落选 你分析原因 呃我觉得第一个是在整个大的氛围当中 对马总统的全面的反马英九 然后对整个国民党啊 整个两岸关系的处理 因为太阳化的血印 全面的反国民党 嗯 所以我我当时又是国民党的党团书记长 嗯嗯 因为我本身我我这个立法委员扮演的角色 我我抓得非常紧凑的一个观点就是说 因为我是国民党立法委员 所以我希望我在立法院能够有所表现 嗯 我喜欢团队作战不喜欢单打独斗 所以我始终参与国民党党团的运作 从党团的首席副书记长到书记长 那参与国民党的整体的运作 草语协商 嗯 谈判各方面等等 或政治论述政治辩论 嗯 等等 好 不要不要包含ECFA 当时为了ECFA 我还被黄伟泽 对 他继续扎伤 对 缝了八针 那等等这些过程里面对我来讲 我没有后悔 因为要扮演一个好的立法委员 不能够只有在选区服务 嗯 还要在中央文正有所表现 嗯 那我是质量用中 我两个抓得很紧 我大概一半的时间跑地方 一半的时间 我一定在 白天一定在立法院 下午以后我一定回选区 所以我的选区 地方服务 我其实做得蛮好的 嗯 有六个区 我有六个服务处 确实 因为我们那时候住三支 那是一个很大的社区 那虽然没有这个 跟你直接碰面 但是您的这个办公室主任嘛 是 服务处主任都会 经常到我们那个社区去哦 所以因为你后来看到这个 吕孙琳当选 然后后来他 问这个表现 当然就是说刚开始 人家都封他为独稿机啦 后来也很少露面 你看到这样的一个形式 你当时候心里的感慨是 我感慨万千 嗯 而且有点意外 因为我认为以民进党会 长袖善罗善于选举 而且提拔年轻人的话 那个年轻人当选之后 他一定要用力卖命地学习 嗯 而且他的父亲在我们淡水 是八届的县立员出身 有驴子昌 驴子昌 而且淡姓合作社 他们又是淡水的首富 非常有钱 嗯 所以有资源 有钱 有人 有人脉 而且又有蔡英文总统的支持他 所以他等于是说 而且他又是属于苏仁昌的苏细的立法会员 嗯 方方面面 他各种条件都非常好 嗯 他只要他用心 只要他诚恳 只要他跑基层 只要他立法院里面 不怕犯错继续学习 我觉得他应该会是一个 有努力表现的年轻人 嗯 可是这三年来 我的观察全部落空 那如果再次卷土重来 再碰碰他呢 因为他的父亲 不只是有地方的实力 对 地方的势力 对 包括土地 没有错 信和社的職位 是 包括跟苏细的关系 对 对 他们连这个党内的选举 他们都可以量出一万票 没有错 对不对 没有错 所以对付 或是对上这一号人物的女儿 虽然他是读稿机 这个形象生殖人心 可是选举就是这样嘛 多一票也是一票 没错 赢你就是赢你 你就是落败了 对 所以如果再碰到他的话 我知道选民会有重新的思考 嗯 那我也会不会拖大 我的心态是这样 我年纪都比他们大 但是基本上 我会觉得很旧事论事 我会提醒他们说 淡水三十年来最大的建设 淡江大桥跟轻轨捷引 迎通车了 是我争取的 嗯 林口巴黎淡水的蓄水池 三万五千吨到两万吨到五万吨 嗯 加起来超过十万吨的蓄水池 在林口巴黎淡水解决用水的问题 都是我处理的 嗯 所以我这个立法委员 从李登辉担任总统以后 淡水三十年来没有办法争取到的大政见 嗯 都被我争取成功 当然我要感谢当时执政的马英九总统 以及我全力配合的朱立伦市长 嗯 我们一起中央我努力 新北市他负责 然后马总统中央来配合我们 比如说当时胡志强接受的BRT公车在台中 当时的交通部长毛泽国建议我 淡水轻轨不要用BRT来取代 嗯 我坚决反对 我绝对不要 后来证明我是对的 因为轻轨绝对比BRT来的休闲观光运输方方面面 又能够衔接淡水捷引的系统 嗯 它变成一种很棒的一种周边的一种环境系统 未来的可能 它会跨过呃淡江大桥到巴黎 嗯 那是确定的 嗯 那未来的可能 我们还争取它到三支市门 嗯 所以我这个立法委员在地方上 所以我就检查了观察了吕孙林委员这三年来的表现 他的父亲除了运用他们原来的系统以外 他们就选举卖力 平常他们是不出力的 你可以说平常服务你是质疑的 对 他们没有什么 或者争取建设什么的 他们平常没有什么服务 因为他们的选举都是很用力的 在资源的使用人脉的运用 所以像这一次吕孙林委员的弟弟也出来参选议员 结果中票落选 哦不是高票是中票落选 我太多人了我没仔细看啊 没有错没有错 那那这个事情给淡水的人一个很大的鼓舞 跟对我们国民党很大的震撼 你说连高票落选都没有冲到高票 对他距离最后一名当选的市议员的票数还差将近7000票 哦那上次蛮多的 选一个市议员7000票都是 对他落选差人家7000票 他是非常多 而且他李子昌是现任国策顾问 又是苏仁昌在选市长搭配新北市长 又是他姐姐是立法委员 所以我们地方开玩笑说 除了他李子昌的太太没有出来选里长以外 他们家全部都干了 从国策顾问到立委到市议员全部都要了 那那这个东西就是 我觉得是给社会一个公平啦 所以吕孙林委员年轻是他的优势 他也这样而当选 可是他没有善用年轻的本钱跟条件 去让台湾的社会里面去感受到一个 民进党新的立委的努力跟用心 然后对地方的服务来讲的话 一塌糊涂 而且基本上他本身 因为他过去没有任何历练 他没有担任过国会助理 也没有担任过议会助理 所以他没有担任过任何的公职 所以因此他对政府体系的来龙去脉 他完全不清楚 因此他本人是没有能力参加会刊 比如我们会刊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们淡水就有人开玩笑说 连里长都懂得怎么主持会刊 他立委没有办法 因为他搞不清楚各个机关来龙去脉之间 所以才会立法案出了一些问题 那我是觉得就是说 因为选民三年前用选票做了这个决定 我没有话讲 我三届立委被淘汰 我问心无愧 我专业问证 我在国会有表现 然后大的建设 我都整理出来 可是这样还落选 那我觉得民主政治本来就是这样 有的时候选民的无情 就是激励一个政治人物 无分蓝率最大的一个鼓舞的道路 你自己要用心良苦的去想 如果未来是赖清德下 苏贞昌上 碰到立委选举 苏贞昌如果去帮李孙林 你觉得这张牌有用吗 我觉得效用不大 因为苏贞昌这次在新北市长的选举 输给侯友宜将近30万票 那你就请侯友宜来就好了 是的没有错 所以我也请侯友宜 请朱立伦市长来支持我 因为我们在新北市合作很多年了 等于说朱立伦的8年 现在侯友宜的开始 我们都全力的合作 而且我们都知道说 未来的新北市的三环三线 要转换成三环六线 所以侯友宜要突破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很好笑就是 苏贞昌批评侯友宜的 现在变成就是侯友宜要执行的时候 苏贞昌如果真到行政院的话 怎么来面对这些问题 对对对这是相关连续 有延续性的 所以玉神最后我们要小结了 就是说这个落选以后 很多过去的支持者一定会问啦 包括我们媒体人都很好奇 就是说这段时间您从事什么 或说您怎么度过的 我这段时间我要谢谢党中央 给我安排中央政策会的副指引长 这是一个义务职 本来我可以领专职 但是我发现国民党已经山穷水尽 根本党产很惨了 所以后来我就选择义务职 我没有领专心 然后我负责在智库担任顾问 负责智库跟国民党党团的衔接 然后副指引长的工作 可以跟我们国民党在立法院的 原来三十五线 三十四线的立法委员做衔接 而且原来都是老朋友嘛 林德福啊 费荣泰 赖世宝啊 曾明忠啊 大家都是好朋友 所以像年轻的立委 像江启臣啊 或像李燕秀啊 王宇敏啊 克制人啊 大家都非常好的朋友 所以我们经常会理念互动 然后会有工房 然后知道说 对重大的议案里面 我们要提出什么样的一个主张 譬如说当时在那个前站预算的时候 我们就大家一起来讨论 那我虽然不是立法委员 可是我很愿意去协助 做党团的法案的研究 跟整个工房的一些工作 所以我这几年来 没有选举的时候 是在做智库的工作 跟国民党党团的宪建 会不会显得落寞 内心 刚开始会 不过我觉得人必须要很坦诚 就对一个政治忽然之间 所以我开玩笑的讲 我太太说 你从政以来从来没有休息过 真的 我从民国九十年 担任马银九市长 台北市的新务处长 开始到我落选 我从来没有休息过 一天都没有休息过 忽然之间 你现在下来之后 开始有很多时间的时候 你开始不习惯 不过后来自己找到一些 调试的方法 第一个 你先把自己的身体练好 所以我快走 我慢跑 我踩脚二车 让自己从运动 身体状况体态都维持一个 而且因为我的选区 像光潜柱的三只石门 那是很漂亮的海边 那到我们淡水跟巴黎 淡水和左右两岸 像我们又到林口啦 都在你的选区里面 林口那又是一个全台湾最棒的 一个第一流的现代城市的风格 所以对我来讲 我在那些地方移动 运动 找朋友去走一走逛一逛 那对我来讲那是心旷生意 那当然有的时候会落寞说 可惜这是我的政绩 但是现在不是我在负责任 但是有的时候想一想 你也会问心无愧 而且我觉得人一定要经过一种高低潮的挑战 的确 每个人哪有时候都是在高潮呢 没有错 高潮就不要贴败嘛 对没有错 没有错 低潮的人就自己沉浅 而且我的一生从政 我其实是从事败开始的 我民国83年就是赵绍康跟黄大舟 过去那边竞选市场那一次 我是国民党提名大安文山区的市员 我落选 那一次我跟蔡振元落选 一起都落选 唯一当选的新人只有李清安 所以我我当时是从落选开始我的政治 政治舞台跟政治的选举 所以我现在又落选 我其实我不会觉得说我很遗憾很痛苦 我觉得这是人生的必然 就人生比较嘛 你刚提到清安 李清安 现在又怎么样了 然后李清华 对不对 又落跑了吗 对不对 在这样一个家族的没落性来看的话 哇那如果是他的家人的话 我想那个日子 父亲李焕嘛 是 委员院长 对对 那就觉得我们看他楼起 又看他楼他 所以政治有时候觉得 就你一旦沾染了政治 你就在美光灯下面了 大家都会盯着你们看嘛 对对 那如何说跌倒了后再站起来 我看政坛里面所在街友 其实都有 包括我们本身也有啦 对不对 哪有时钟都得意呢 对了 人生得意 须尽欢呐 好我们现在进到广告嘛 回来 我们休息啊 OK 我们不能讲秘密吗 我们两个来宾被做出去了 还做新闻啦 对对对对 这个有趣 不过那天马总统来 因为总是要进广告 直播还开 我就看到他坐在那边 他真的是很decent 很decent 很中规中矩的女人 想办法 看他那天有点感冒 我问他还好吗 什么的 他都蛮安静的 对啦 他说这三年都没有看过 嗯 嗯 对对 所以要看看啊 对 我到现在还没仔细看这个 什么 这个 哦 你不是 哦 每个资讯太多了 还好啦 他就还好啦 你第一选拳 第一选拳 我看郑文是讲话 他要65岁以上 那很多人限制的先转吧 哈哈哈 对不对 限制的先转 对啊 都扫掉了 谢谢小伙伴 我还有一次先离开了 大家别客气 比较一点哦 那个是一个很怪异的讲法 我觉得很怪异的 不好了不好了 老板在入口 被警察理解了 放心 老板没酒驾 他叫了台湾代价 酒户代价只要350元起 快下载台湾代价APP 或拨打 0800-00-005209 尾牙春酒 就找台湾代价 爱美有方法 追求美有密码 你要记住美感密码 解码百种变更美的秘密 超乎你我最美的期待 爱立分风行全球各国 世界一美引导要场 那那个立委会先吗 立委先 一定立委 二月嘛 不会那么快 不会那么快 应该三四月去了 三四月 因为他要配合五六月的那个中线 对对对对 而且刚好我们碰到 呃 四年一次的党期中线 他先总检查 你说党年处多少 五六八八 五六八八 四年二十元 等于北北京起跳 只要五十元 用LINEQ 几集开承包PB 还可全额折抵无上限 台湾大车队 点数折抵超划算 这个事还要我 淡水猜疑林自肥啊 好笑 即将到来 对弱势家庭的孩子而言 往往吃更简单的饭菜 就算过了年 安德烈食物银行 正在为弱势儿童募集 年菜食物家 我非常需要您的支持 共同帮助孩子们 度过温暖的新年 详情请上 安德烈食物银行的官网 或脸书专页查询 或拨打爱心捐款专线 02-2290-2248 这个名字也不好打 好我们准备回来啰 前报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 现场 好我们准备回来啰 前报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 现场 那个我们现场有请当事人 我们邀请的是吴玉森 前立委 这个玉森 我看到这个连胜文 他也出来喊了一个世代交替 他们这一代的人 其实他也四十几了 48 他小五岁的话 那就4849了 是属狗的 那马上也要快50了 可是他们喊了一个是 以年龄划分说 让65岁以上的资深 杰出去立委 可以转战不分区 这样就少掉很多人 包括现任的 这个讲法 我认为 盛文没有恶意 他是一个借助代仇 希望帮国民党 做一个突破 因为蓝军这些年来 人才的轮体比较慢 比较缓 比较停滞 可是 你有没有发现 全世界的国会 永远都有老中青 他永远是专业经验的传承 他必须要高度的专业 高度的经验 高度的作战能力 他如果全部一个国会 全部一个政党 换成年轻人的话 结果会怎么样 譬如说举个例 你到日本去看 我们这种接触国会议员 很极端 三四十岁的 六七十岁的 都有 美国更资深 美国更资深 美国七八十岁 你记不记得高华德 当年纪多大 常来我们台湾 所以尤其现在立法院 我们现在跟民党 长期在这个地方作战 论述 统独 意识形态 反核 非核家人等等 这个如果没有高度的 作战经验跟议会 意识 国会的能力的话 全部换新人 一定会完蛋 所以我觉得 盛文这个 出发点的建议 是善意的 我必须肯定他 但是这个讲法上 会造成整个 国民党的世代 被颠覆掉 就是你可能有一个 有个很好的终身世代 所以我常举例 我就拿曾铭忠 曾铭忠 大家跟我同年 賴斯堡 非红泰年纪比我大 那非红泰跟賴斯堡 有些非红泰 非红泰 那难道 不会反弹吗 我想他们内心里面 会觉得五味杂成 因为连盛文 大家都是好朋友 而且我们真的不觉得 他有什么恶意 可是问题是要这样一来的话 你全部推翻掉的话 那你只要年轻就是好吗 我们如果用 民进党的贪汉支持的话 吕孙琳年轻啊 那吕孙琳年轻好吗 他当选了之后 整个民进党都摇头三叹了 很多民进党立委 也是要跟我讲说 实在没得到啦 咋不得了 没得到 你没得到啦 所以不是年轻就是好 所以我是觉得 就是说你把用65岁做一个区隔 说全部到部分区 那又来了 全世界的部分区立委 都是在运用高度的专业 弥补选票 没办法找出来的好的人才 所以如果你只用65岁都到部分区的话 那就卡死了部分区里面 为党取财 为国仇裁的这种好的专业 比如说现在很多的专业啊 很多的趋势啊 很多科技行业啊 你可能需要一个科技的立委啊 那你没办法用选举选出来的时候 你可能用部分区来寻找 那这样你把它全部垫补到65岁以上 那我开玩笑 國会的立委到部分区都65岁以上 那就变成退不会了嘛 那我觉得这样没意思 那讲难听一点 会不会是另外一种仇庸 所以我觉得这样不好 就说很多人讲资深不一定是优良 但是呢年轻的 哦你就自以为是这个优良了吗 这凭什么 只是因为年轻 仗着年轻的本钱吗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划分实在是 用年龄划分不是很 很能够述说政治正确的啦 对啊 所以网络上的笑话说 你年轻过吗 我说我们都年轻过 那对我们来讲 我说那你老过吗 你开始老过吗 你开始中年过吗 你也还没有啊 所以我觉得 年轻人看中年人或老年人 像我今年六十岁 我比像我们党内的洪孟凯 我当然两人二十四岁 可是我不是属于那种 所以当洪孟凯说他要选的时候 说他逝在交替的时候 我的好朋友讲来信文 打电话特别鼓励我 吴俊胜 你一定要坚持啊 你才六十岁 他说我超过七十岁 我不选 可是你不能不能不选 所以我有时候真的是 内心很感动 就是说很多好朋友 大家互相来 互来提系 所以我就记得 我洪孟凯孝我二十四岁 所以我这些年来在国民党做多少事 在台湾社会做多少事 我从媒体一直到政府的政务官 一直到立法委员的工作 所以可能洪孟凯在高中的时候 我已经开始为台湾社会打批 你跟他母亲熟吗 我跟他母亲很熟 好朋友 那你会不会 如果站在这个敌对的状况 我想说不是人情上敌对 而是说如果万一 选战位置上你们是敌对的话 你会不会也质疑他 那你正二代啊 你母亲年纪大了 对啊 按照你六十五岁以上划分 他下来 可他下来也不是只是单纯 是因为年龄的关系 那第二个就是说 那如果他下来没错啊 他是在交替也肥水不入外人田啊 那个地盘就交替给自己的儿子啊 有没有就正二代的这种 也有对他的反击呢 郭树村前委员很努力的想栽培他的儿子 这用心良苦 这个我们可以体谅 我们可以体谅 所以洪孟凯过去的每一个位置 都是郭树村委员帮他儿子争取的 这是一个事实 所以他符不符合正二代 基本上是OK是符合 但是他自己也蛮努力 洪孟凯基本上他蛮优秀的 蛮优秀也蛮努力 包括他的论述 包括他的口条 包括他的战力 这个是不能用说 他母亲曾经重过症 他父亲曾经重过症 所以就如何 那所以这有我们看 正二代很多被贴标签 被贴得莫名其妙的 或者说被命定的那种感觉 也不公平 所以这一次啊 洪孟凯在争取的时候 有人就问郭树村委员说 那这样吴医生怎么办 郭树村委员就说 吴医生可以到部分去 他是这样来 就是洋生打造的方式 才有65岁到部分区这种 他就用这个逻辑 可是我也不到65岁啊 我才60岁啊 他就说我到部分区 洪孟凯来选淡水 选林口这个地方 我听了其实我匪夷所思 我啼笑皆非 那韩国瑜也61啦 对 因为郭树村委员 当年区域没办法选 不选之后 连赞主席给他部分区 所以他转换到部分区去了 你有这么大资源吗 我不可能 而且我在国民党党内都被认为 我是一个战将 我是可以打仗 可以做选举的人 而且我从来没有想到说 我要争取部分区 平常讲啊 我自己私下认为 当立委讲话声音要大声一点 有的时候不能够被党义所钳制的话 你要走区域立委 讲话声音要大声 而且比较能够掌握社会的脉动 接地气啦 这个民意可以完全百分之百接地气 我们天天在林口这样走 天天在泰山这样走 就可以听到很多不同的声音 就可以知道说 他对你国民党意见在什么地方 所以你如果就变成部分区立委的话 除非你就是安之若素去走一个专业的部分区立委的路线 可是那个当年我就没有这样做选择啊 我当然就跳下来做选举啊 而且我的个性 我是我人不价义 都比较大 所以我喜欢那种乡土的感觉 服务的感觉 基层的感觉 所以这有的时候是看每个人的特质 我都不能够讲说部分区不好 或者要不要争取 但是我从头到尾 我没有要争取部分区 我也不打算争取部分区 那如果郭树春前委员他真的有这样说 那就是吴医生你去这个部分区好了 那第一个年龄也不符合他们这个终身代他们开这一枪嘛 那第二个就是说 政治碰到就是说 你去哪里你去哪里 好像可以瞧的 可以用分配的 选民的感受会不好 很不好 所以不经意的就是说 如果真的党内都是这样子搞的话 那国民党没有任何改变 没有任何进步 包括现在的民进党更是 所以就是有样学样 学国民党学的精髓都学到了 而且无限的上纲 无限的宽广 那外衣效应广阔到一个地步了 所以有招育一定选民会用我们自由的民主 我们自由的选中 手中选票来制裁 不管是哪一党的政治人物 揭然 所以要就出来赞 要就拿出真本事 要就拿出符合民主精神 以及任而任怨服务选民的姿态出来 没有分配这回事 好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再跟吴玉生来讲 吴玉生很早就是巡回教官了 就到处这个 因为那个教是一个什么助讲 我们叫三民主义巡回教官 还有中央助讲台 中央助讲台嘛 所以他真的是能言善道 那我来考他几个比较严峻的问题 不全然跟他有关 就是现在国民党到底怎么样 赢吗 还是说马上来年的总统大选 还有包括几个面对两岸的议题 我觉得这个都是很严峻的考验 这一次几大天王都上了摆面 这个摆面其实有好有坏 我们休息一下进入广告 马上回来 大家好 我是台大医院国民县理事 今年元夜起 慢性西型肝炎治疗 健保全面起步 有西型肝炎的患者 是工程师 我老朋友 国民工程师 他其实水准很高 对很好 知识分子 所以他经常给我们一些意见 看不出来你60岁了 台水经常在北水买水吗 对 是吗 对 他以前是台水的 他也是台水的 嗯 这都是我们的始终支持者 这个 你看角落的小蚂蚁 今天蛮养青的 他没影响 对 2 3 3 4 0 9 1 2 3 4 0 9 1 2 3 4 0 9 1 每天下班都好玩 都睡不饱 好想快工作 你还在想什么 你还在想什么 我出错了 我出错了 采访 没有自来生 所以我去当地有的人 说陈文千就跟我讲 一声 你知道那里面有自来生 我不知道 所以我去了之后三年 把他潜水 我把他拿高地供水 接管 从马帖夜 沿着山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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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次 之前不是有个朋友 是希望 住在那个什么 山址的别墅 不是 那个潜水不是有一个朋友 也是去找你吗 嗯 那个就是去他们家 他们家就是那种透天处 我到地下是上厕所 都住不下去 我都不好意思 他们那个山区的 真的有些管的问题 对 可是 那时候也问过你吗 就是说 那时候 你也不可能为了 那个民宅 对 就是说 你要经过一个程序 我们大管 那街要大马路 从大马路到你家 这一段你要自己出 嗯 一般那样不自己出 就是因为 钱贵得要几十万 他不要 几十万了 有时候长的话几十万 短的话几万块 那接了以后就不用钱了 接了以后就不用钱了 就用付水费啊 对对对对 所以后来我们争取很多补助 把那个 把他路边借过去的那个钱 我们都帮他付了 但是 如果你是服务权在一家 那个太远的 你有没有朋友呢 我不知道 他有大概几十户有 但是如果要share 也蛮多钱的 就对了 share比较容易啊 几十户大概share 就比较便宜啊 反正就一户的很麻烦 对那一两户的很麻烦 所以林狗现在五万吨血 你盖下去根本就不缺席 好我们准备回来咯 好我们准备回来咯 郁森我想请教一下 这个立委征战越来越激烈了 可想而知嘛 我明天也邀请洪孟凯 在您之后嘛 这是很公平的一个处理方式 那总统大选呢 未战先轰动 我们用膝盖想都知道 一定是这样 你看法呢 就是说孙大千上次来也炮身隆隆啦 包括时辰 包括选举方式 你的意见是 我的意见就是 国民党是一个大开大合的政党 尤其你现在挫败的这么严重 所以你已经在谷底这么多年 所以这个时候 你要重返去争取执政 要挑战民进党 所以这个时候 国民党第一个 你那个机制要非常的开放而公平 那基本上开放而公平的话 以目前国民党总统的机制来讲的话 它其实只有两种 一种是全民调 一种是70%的民调 跟三成的党人投票 大概就这两种方法 各位记不记得四年前 连胜文跟丁守忠在竞争台北市长 党人出局 就是用三成的党人投票 七成的民调 来决定胜负的 所以我是觉得 不管是用哪一个方法 只要协调好了OK 没有问题 但是除了这两种方法以外 其他的方法 我觉得不宜 小心 因为台湾社会会觉得说 如果你国民党 不敢用民调 不敢用大概 征询民意的意见 譬如说我举个例 过去传统国民党 老旧时代里面 有用中常会鼓掌通过 或者党人带着大会 大家鼓掌通过 或表决通过 那问题是 国民党的党员代表性 他没有办法完全 替代台湾民意的代表性 所以你只能说 国民党的党人尊重你部分 用三成的党人投票 那七成的民意调查 来做一个全民调的方式 那要不要排绿啊 要不要怎么样 那跟另外一回来的讨论 没有关系 就好像今天台湾社会里面 大家都说 现在国民党最希望 蔡英文出来选总统 那国民党难道就会说 就会被问到最后说 一定是蔡英文吗 有可能有 有可能没有 但基本上你只要用一套 民调的专业的方法 一定是可以做一个调整的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一次的县市长选举 国民党赢15席 整个基调还是赢在 整个民调去掌握的 选民的脉动 去提出好的人才 才能够赢了15个县市 所以韩国语的 那个韩流效应来讲 就很明显啊 我们就每 几乎国民党每两个礼拜 每三个礼拜做出民调 就看到韩流节节高涨 而且发现韩流还有外溢效应 所以后来的卢秀燕 我们都拜托侯友宜跟韩国 一起拉台 所以卢秀燕能够胜选 基本上也是因为 我们看到的民调趋势当中 我们可以把整个 韩流的外溢效应 侯友宜的能量 一起把它灌到台中来 所以这个对国民党来讲的话 不仅仅只是一个 这个总统大选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是你国民党在 常传起合 整个实在总趋势的时候 你要尊重民意了解民意 是 这个九合一大选是这么说 可是 玉成我刚刚问的是很具体的 像我们私下刚刚聊 就是说 立委大概时程是什么时候 大概三四月吧 那总统大选呢 总统大选一定是五六月 一定是五六月 最慢就是六月一七月 那就实际大家都有话说啦 不管有人嫌晚 会有人问为什么不提前 现在当家主事的是 吴敦毅吴主席嘛 那还有就是什么方式 也在争议当中 现在很少政党不用全民调 那你可以 这个去抓这个民调的 可能的弊端啊 或是怎么样 你也可以质疑打破 但是再怎么样都比 还是用旧方法 来决定人选好吧 对啊 所以我就说 目前民调这个方法 是我们找到可能 民意当中最容易去 真的贴近真实民意的 所以你赞成全民调 所以我 赞成全民调 可是我觉得如果双方都协调 或者三方协调 几个人有参选者想协调的话 他们也可以用七成民调 三成党人投票 也OK 也没有问题 那基本上就要看这个协调 所以我才一直用 联盛文跟丁守忠当年的模式来解释说 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民主机制 只要是协调同意 可以 你这个有点 对 模拟两可 都好的概念 像 我不是说一定要跟孙大谦类比 没有 你如果问我 就你的改革理念 那这个有点 没有 我的优先选项是全民调 但是我也可以接受 如果不是全民调 可以用七成的民调 三成的党人投票 来替代 不过大家协调清楚 你就这样好吗 后面一个 因为你心目中一定会有一个改革的理念 你认为说怎么样决定 是比较好的 那九后一大选 如果都用全民调 为什么 那你干脆都征召好了 对 所以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总要有一个理念式的概念 不是用征召 当然是要用民调 所以全民调是第一优先 但是一般来讲 台湾社会里面 在国民党过去 我看到是国民党过去的例子 有些人认为就是说 全民调他大概有点犹豫 或者有点不足 所以因此他说 可不可以用三成的这个党人投票 来替代 那以过去国民党的党人投票来讲的话 其实也投的还蛮公平的 就有点像党主席的选举 当年马英九跟王近平 在进行党主席的选举的时候 那个党人投票其实 基本上也是蛮公平的 所以我是觉得 拜祝大家 就不要把国民党的党员的投票 当做是一个很封闭性 一定不公平 也未必的 那你觉得党业等于民意吗 算只有占三成 其实党员也是等于民意啊 他是民意的放大 你就像国民党的党役 等于民意吗 国民党目前党员的心思 也很贴近民意的心思 因为他们知道 国民党的困境 国民党的挫败 国民党被人家看不起的地方 国民党被人家不喜欢的地方 所以他们知道说 我国民党党员 应该怎么提出我的好的人才 所以这个就是 为什么国民党党员 很多人也主张说 全民调的原因啊 真的 那为什么九合一要用全民调吗 一个规则 两次选举不一样吗 不 九合一用全民调 也是协调的结果 也大部分都用全民调 所以我才讲过嘛 上次四年前 联盛文跟丁维守忠 在台北市长的党员 用过三成的党员投票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它是一个可以备而不用 但是最理想最简单的方法 是全民调 我同意 而且我个人也优先 我比较喜欢全民调 可是我也不会去否定 另外如果他有三成党员投票 七成民调 我也不完全去否定他 因为那个就是一个政党的 运作的过程 折动的过程 当大家有争议的时候 或大家双方都有所需求的时候 也许双方都可以接受 也不一定 那全民调是最简单的方法 因为党部如果办一次党员投票的话 其实也大非周章 所以对党 而且如果投票率不高的话 也会很丢脸 但是总统大选的话 我觉得不会啦 所以如果用全民调是最简单的 那就是方法论 如果去把它运作出来 而且国民党 没有像民进党那么多人头党员 民进党人头党员非常非常多 谁说你们党主席选举 就有人用人头党员啊 黑刀入党都有了 怎么没有 因为这个党主席的选举的时候 他们当时会拉人进来 可是现在国民党 刚好碰到几年一次的党籍总检 所以现在党籍总检的话 就可以筛选出来 你有没有缴党费的 那你刚刚所讲的 那个什么黑刀入党 或什么人头党入党 他们大概只投完 那是党主席之后 他们都不缴费了 不缴费的最后 不缴费的最后 他们就没有投票这个 既然是三民主义学院教官 我问你啊 就是最近大家为了这个习近平一番谈话 然后蔡英文自己认为自己 哎呀终于搬回来了 然后这个各自四大天皇在国民党内 有不同的论述啊 你的看法呢 这个问题不能说九二共识也可以 一国两制也行哦 然后看怎么协调哦 这个是一个理念的问题哦 当然是一个理念的问题 我是觉得北京比较不对的地方 就是直接把九二共识导到一国两制 这一点对台湾社会里面 是比较不能接受 或者对蓝军长期来讲 当时本来就是九二共识的精神 前提就是一中各表嘛 互相尊重嘛 互相不承认主权 但是不否认治权 所以在马英九时代 都已经两会不仅交流的很好 都已经几乎可以谈到要 互设办事处了 陆委会可以到大陆设办事处 大陆的这个国台办要台湾设办事处 都已经可以到这个一样的阶段 但是我认为习近平他 直接把他推到一国两制 是因为看到民进党台独的主张 小英的去中国话 而且他只会讲维持现状 他完全就用台独意识形态 而且务实的工作者 赖清德又居高不下 天天在那边讲台独的东西 又看到台独挤大佬 又在那边讲光怪陆地的话 所以我理解北京当局 他把他推到这个地方 可是我是觉得 从国民党观点来讲 如果你要变更九二共识的一个 定义或内涵的话 其实还需要更多的沟通 所以我是觉得说 国民党现在因为他不是在朝嘛 国民党现在在野嘛 所以我们只能透过国共的交流 继续双方去把它谈清楚 所以我基本上还是认为 就是说以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观点 然后来作为两岸的最大的一个基础 然后来作为互动的标准 但是一国两这个地方 我觉得应该存而不论 等待未来 但是不是怕谈 可以谈 可以谈 可以谈判 但是我心中最理想的 不是谈一国两制 心中最理想的 应该谈两岸和平协定 对 还是回到这个九二共识 到底是什么 两岸和平协定在马英九 他寻求连任的时候 因为民调过低 他紧急的踩刹车 所以这个在台湾 也是另外一个话题 那刚刚吴玉生 他的意思就是说 九二共识 并不等于一国两制 可是习近平的一番谈话 把它等于了 反而做求给了蔡英文 这就是我们看到 最近大家声扰不休 我们三言两语就解决了 那今天谢谢吴玉生 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 请原谅我的犀利 不会 好我们先下期的广告 马上回来 谢谢 谢谢 其实我该很快 谢谢 因为没有问题 大部分是